移动式砂石生产线有轮胎式和履带式两种操作方式 与轮胎式相比 履带式具有更自由的过渡模式 它不需要前前引 车可以自己移动 过渡的机动性进一步升级 使得这种移动式砂石生产线行走更加灵活 小型制砂机产量低 固定生产线准备成本高 固定设备需要打装固定 生产线对环境要求高 需要平整、开阔、坚硬的地质场地 只有提前把材料运到生产线上 才能进行制砂工序 相比之下 履带式小型制砂机非常灵活 无论是环境适应性还是过度灵活性 都强于固定生产线 工作稳定性也不逊于固定生产线 环境适应性自带柴油发电机组 不用电也能独立发电 机身结构紧凑 在狭小的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流动制砂模式 可直接开到物料所在地作业 适用于物料分布不固定的场地 过度灵活性 进口电机提供强大的电机功率 和快速的过渡速度 无需打装固定 机身自带液压支腿 可现场固定 转场时无需拆卸设备 整机直接开走 简化了准备流程 节省了产前投入 整机可以自行移动 场地在哪里就可以直接工作 移动载体可配备各种固定式制砂机 工作性能与原机相同 单机四合一配置 可以独立完成给料 制砂 筛分 输送 也可以多台机组 共同完成更大规模的 移动式制砂生产线